那你看喔 那個這叫弟子珠 一般人不懂 這叫弟子珠 那這叫做母珠 這叫做念珠 真正念是念 這個叫做念珠 這個是母珠是不念的 母喔 這個要懂一下 這個要懂一下 我想已經開始上課了 不 我就先講這個 這個現場有人聽最好 主播出具 對 主播出具 對 母珠 弟子珠 念珠 念珠 這三種珠 要先知道 那再來呢 再來這個 這叫格珠 這叫格珠 你看喔 108除以4 要有三顆 三顆格珠 那就格珠四片 對不對 那格珠四片 這叫做格珠 格珠拿來做什麼用 你看 格珠 當掛珠的時候 這叫 古代這叫做什麼呢 世俗講法 這叫曹珠 你看這這麼多 這個現代人已經不再知道這個事情了 有人還 有人會也做了一些念珠的畫冊 他自己都不清楚這個 這叫做 這個呢 這麼長的 這麼長的叫做曹珠 但這個曹珠呢 是中國才特有的 那這樣叫做念珠 沒聲音啊 沒聲音啊 有 實在喔 沒檢查 有 有 有 不行 不行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個我按到了 我按到New 這樣有了 這叫做曹珠 來 再寫一次 這一般人就不懂了 這個曹珠是引用漢人的概念 什麼呢 清朝的時候呢 他有佛教背景 然後他就利用這個曹珠來表達什麼 表達官階大小 越長的曹珠 越長 然後拜皇帝的時候呢 以曹珠能著地 那個距離為距離 換句話說 官越長的怎麼樣 官越大的怎麼樣 曹珠越長 他滴下去的那個距離就越少 他用這種方法 所以你走在路上 一看曹珠不用看官街 因為那個清朝弄了那個帽子 然後穿那個衣服 也是可以看出來 但是很像 但是你上曹的時候呢 帶曹珠 一看長度 那大概就知道 還有大小 越大 同樣都是108喔 他也是用108 不會多 不會少 108 革珠 革珠 這叫革珠 我剛剛講的革珠 你看好多名稱喔 革珠 不是寫錯了 革珠 這叫革珠 革珠呢 不算在108裡 所以會有三顆革珠 然後剩餘的母珠也扣掉 所以這樣就變成 這當中分四片 然後叫做念珠 好了 念珠 那這樣的話你看喔 108除以4是多少 27 然後就27 27顆呢 27顆 這個是說做什麼用呢 比如說我這個 宋經 不不不不 持咒 我可能持某一個大咒 那就27變為一輪 為一個單位 有時候是這樣 所以你就在這裡 但是呢 來了 特別用功 有特別技術的人 特別是計那個七為單位的人 的人 欸 這個時候我這裡就沒有了 因為我拿在手上 你看那楊教授啊 掛東掛西的這樣子 那常常掛了 那個陳大楊教授 他就愛玩這個 他就掛了好多 我常常講啊 念珠是重點 結果他後來掛了一大堆美美的東西 常常講說 馬鞍比馬貴 你懂意思嗎 聽懂嗎 馬鞍比馬貴啦 是這樣子的 就是有人去買那個什麼 那他開了一台玉籠的車子 可是呢 去裝了四顆什麼呢 四顆B&W的車輪 車胎 結果呢是怎樣 這就是明顯的馬鞍比馬貴 人家根本不偷他的玉籠那個 那個什麼 30年代的車子 然後偷他的勢力 那個輪胎 意思一樣 他過來好多喔 好美好美喔 但是呢 修行人不需要這樣 不好拿 但是有一個會例外 有一個會例外 在這裡頭呢 格租是27 27沒有問題 但是有時候 漢傳佛教 或者佛教基本上會七粒為一循環 七粒為一循環 所以他會再掛一個什麼呢 他會再掛一個在七粒的地方呢 再小小的纏一個繩子 或者扣一個扣子 我現在沒帶來 我有另外一顆念珠 我有另外一條念珠 稍微大一點他就有機會 這樣子呢 來 來扣在七的地方 七跟八分開來 這樣子我就 怎麼樣 我頌奏七遍到這裡我就自然知道 好了 七不夠用對不對 這邊呢 會有一個十四 所以一邊十四 一邊一邊七 但有人呢 他是活的 他是一個活扣 活扣的話 這叫做什麼呢 屬豬扣 或者叫豬扣 簡單講叫豬扣子 他有各種做法 他是可以這樣 奔開來的 一般來講 用銀 銅 來做 因為銅好掰嘛 銀也好掰開來 然後呢 他會再七跟十四 也可能七跟二一 懂嗎 因為二七 其實 除以七除不進的 對吧 所以說他只是當做一個 那你說二七除不進 那為什麼他需要用二七 因為他分四格的時候呢 中間這一格 在中央對不對 中央幹什麼用 你這樣子你才知道豬是掛正啊 所以 一定要中間有一顆 中間既然有一顆的話 旁邊都沒有 他就缺乏一個對稱感 還沒有 還沒講完 還有一個動作 你中間這個對稱 但是以這個為著地呢 為禁見皇帝的一個端點 所以他叫曹諸 曹拜 曹見皇帝 那佛教掛這個又帶什麼呢 代表我來曹法王 曹法王 所以都是有道理的 我每次穿這個衣服都要穿五六分鐘 還要掛還要那樣那樣那樣的 你看現在很多法師 藏上一穿 也甚至於連什麼呢 連架衫都沒批 就上來了 對不對 巴拉巴拉的講 這樣 我跟你講啦 辱愛方便 無愛其理 你懂嗎 那紫下 我用孔子 講給紫下聽的那個意思一樣 你要方便你就批啪啪上來了 那我要這樣披掛上陣 幹什麼 反正我尊重諸位啊 我在乎講經這件事情的重點啊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 光一個珠子就這麼多道理啊 好 那所以這叫做 這個呢 叫做底珠 底 這個底下的底 其實有另外一個底於哪裡那個底 底珠 其實有人把它寫 有古色會把它寫成那個底啊 底有沒有 海底的底 其實我在看應該是這個底 底達的底 才對的 底珠 好那 這個呢 就方便給名字叫做 側格珠 中宗教叫做格珠 底格珠跟側格珠 這叫側 兩側它就對照 對稱 你看看喔 這個放在這裡的同時 這兩顆呢 它就對稱 有沒有 然後這樣呢 後面這個槌墜子對不對 就正在正中央了 那這個墜子叫什麼呢 還有名字 貝雲 嗯 那黑咧啦 哪黑咧 佛教的傳統都一直沒去 叫背雲 你看多好聽啊 背後的雲 那背雲呢 一般都會用中國節 中國節最早是在台灣早期發展出來的 古代沒有中國節 古代沒有中國節 古代有中國節 但沒有發展那麼繁複 台灣曾經經濟正在出發展的時候 大家想方設法賺錢 就會 經濟是主要的動力 就會想出很多方法 後來傳到大陸去 大陸現在也在一直開發 很多 因為大陸市場大 那他基本上是用珠寶 七寶 金銀 琉璃 車局 馬老 赤豬馬老 等等 這一類的 珍珠 金銀 這一類的 這一類來做 然後那做什麼樣子呢 球狀 桶狀 怎樣 然後再配合什麼呢 配合所謂的流書 豬跟中國節 那中國節主要有幾樣 一個是吉祥節 萬壽節 還有法輪節 只用這幾個 那其他弄得很奇怪的那個 後來有漸漸發展 我也有看過一兩樣 但 比如方塊節 意義不大 但是還沒辦法 有的人就只會做這個而已 那珠寶的話 就是因為表達什麼 表達尊重 表達尊重 不是說我們愛珠寶 不是這樣 那叫備允 備允還有一個用意 你有什麼用意嗎 因為佛 因為我們 朝廷 敬見皇帝 皇帝的話 因為他沒有拜殿啊 所以你要 那個老先生 有那七八十歲了 你叫他整個拜在地上 你叫他拜不起來 所以他需要用這種底珠的長度 成像 在下 朝見皇上 然後 點到地上就夠了 可是我們出家人不一樣啊 你蔡明和尚也好 或者 或者誰誰誰也好 大部分 七八十歲都照樣能拜佛啊 那這時候拜佛 你試試看好了 你一拜下去 這珠子會往前掉 所以他就需要備允 才不會往前掉 他都有 他都有很巧妙的這種功能 OK 那麼這樣之後呢 備允的概念就這樣 那備允或長或短 基本上就是 他要 不能太重 太重會往後拉 你看有些法師 他就弄得太重 他不懂 或者人家幫他弄一種 臭一下子 或者他覺得不在意 他就往後倒 太輕 有可能你拜下去 連備允自己就往前倒 你懂嗎 沒有那個平衡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備允呢 要跟你的念珠的重量 基本 大概是 大概是他的二分之一左右 不要再少 是這樣 他才不會往前 那過二分之一之後有危險 就容易會被往後拖 結果就 不過這女眾 不帶念珠的 就像女眾再怎麼 怎麼樣子做常住的住持 就只能叫住持 其實小廟三五人七八人的 只能叫當家 那現在呢 我說這話就得罪人了 很多比丘尼自稱方丈 那是讓人家看笑話的 你要知道什麼叫方丈 十方皆丹才叫方丈 我們有十方皆丹 誰來了都可以啊 女眾當然是守治家園 她能十方皆丹嗎 這第一種 第二種方丈呢是 具有丈夫的那種 男子的那種 那種引領十方的 才好稱方丈 這個是 不成文大家都理解的 所以這些早年 很多長老都跟我這樣講 他也很感慨 大家一般人不懂 亂稱 是這樣要記得 那麼自稱 我是這個寺院的住持 是女眾這樣稱就好 有時候就更謙卑說 我是這個某某事的當家 就這樣而已 當家 當家是用漢人的那種語句在稱 他這個俗 他是俗話 但是有時候就拿來套用 出家了還有家嗎 還要當 還沒有家還要當什麼家 對吧 所以他的當家的概念就是說 校長兼共青 他的當家的概念 所以說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稱的是 稱監院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家了 是這樣 那怎麼辦 為什麼叫當家的呢 就是說 犯前也要他籌措 信眾也要他籌措 事理上上下下都他籌措 因為小廟嘛 也沒住持 也不敢稱住持 他也沒能力住持佛法 然後呢 只是 打雜 校長兼壯中 當家 所以這有用意是有這樣的 所以 為什麼說後來我們都要稱監院 原因就是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大家都只知道稱當家 那個很 很怎麼樣 很俗 就比較俗 沒那個格 沒那個佛法的格 是這樣 那為什麼叫監院呢 因為道場當中有各分院 有各個部門 禪院 淨土院 淨土中要念佛的 佛學院 還有呢 這個各堂口 各堂口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有所謂的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監院 再來裡頭有一些稱呼 也是女眾不會有的 基本不應該有的 你比如說手座 沒有那個女手座的啦 然後你開悟也一樣了沒有這樣 你的手座就是要有禪堂或止冠堂才能有 才能稱手座 手座一般來講的話是代理和尚領導修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禪堂裡出來的 禪堂裡出來有四大班首 四大班首有時候講班首的意思是說 在排班的時候他坐在最前面 站在最前面 叫做班首 那第一班首當然就是手座 就手 最前面坐在那裡的 他就進門左邊第一位 這樣 就手座 西堂 堂主 這個 這個 後堂 西堂堂主後堂 後堂還在前 堂主在最後一個 是這樣 現在他擔任堂主 現職 你懂意思嗎 現職 你問堂主不是老大嗎 不是 現在現職的在 就是裡裡外外他招呼 那前面那個呢 西堂後堂堂主 然後前面首座 順序是這樣 那麼 後堂是什麼呢 他現在後面 幹嘛 做stand by 做那個什麼 剛下任的堂主的什麼呢 的指導者 是這樣 所以他為什麼在後面之堂 所以只有這幾大四大班首呢 會住在禪堂裡頭的左右兩側 真正有療房 並且常住在那裡 怕出狀況啊 馬上出來解決方案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每一次的坐禪呢 如果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個維諾可以決定說 那就不必請 四大堂口 四大班首來開示 不然呢 大家坐不來 坐著打瞌睡 沒到心 他就會 請這個班首呢 來為大家開示 後來呢 搞了半天就變成 就是慣性的來開示 其實偶爾會吵到那些 人家正在用功的人 修禪法的話 他正在用功得利益的時候 他不 你在這邊巴拉巴拉巴 旁邊講開示 對他來講沒受用啊 他正要 他正要有所誤啊 你在這邊講課的話 他會 他會覺得很 很怎麼樣 很干擾 我講遠了啦 就是說講到那裡 好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來 就是講這兩個穗子 為了講這兩個穗子 很多 這很多道理的 這兩個穗子 這兩個穗子呢 叢林裡頭是解形並進 我講這個 你就讓你知道 其實叢林裡頭很完備的 天台的叢林 跟禪宗的叢林 有叢蝶的地方 因為天台沒有創自己的叢林 但是天台借用了後來的 後來慢慢發展出來的禪宗叢林 也借用了一部分 所以他表現出來是這樣 你比如說 我如果是手作和尚 華人文化裡頭是左邊為大 那麼手作是修行 代修行 所以他就要告訴人家 我是手作 那怎麼辦呢 左邊穗子 掛子 他不平衡的喔 他只掛左邊 穗子 掛子 修法你掉一邊啊 沒有喔 他沒有掉一邊 因為他是擔任 解形當中的左邊 這樣 那另外一個 其實解也一樣 也可以 但是一般因為禪堂 中國佛教裡 主要種在禪堂的石修 所以佛學院的院長 就沒有掛 就只有手作掛 另外一位呢 張羅所有的 所謂的 監院 他就掛這一邊 那 住持和尚 他要掌理一切 看他掛出來念珠是左右兩邊 他就是方丈 是這樣 那 現在來了 左右格珠 就出現了 為什麼要左右格珠 因為你有左右格珠 你這個掛這個什麼呢 掛左右穗子呢 才有定位 這樣懂嗎 在這裡頭 所以他會出現這個做法 那當然 有時候會掛在他的下方 他的下方 其他的還有 珠跟珠之間有一個格片 這個就有無就OK啦 有時候就加上去為了 有些珠子的資料會互相磨 磨到會脆掉 那就修一下格片 這個就三不定啦 這就不一定了 這是搞漂亮的啦 什麼的啦 就別比他了 外面賣的是這樣 好 那麼現在 講完這些了 那我們平常用工呢 你看我平常用工 是這樣這麼簡單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好那注意 剛剛我不是講這地址珠嗎 還忘了跳開來講開 你看看我的地址珠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用一點看 長短而已嗎 用力看 比較大一點 給他看 哪裡不一樣啊 顏色或者是長相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好 你看我這一株 地址珠有沒有不一樣 對了 你看喔 一定能夠區隔左右 它不是一樣的喔 地址珠是一定能區隔左右的 要嘛就是珠子長相不一樣 比如說這個 它的這個墜珠 墜珠 墜珠就是最後那個墜子 那個墜珠是一樣的 但是呢 你看 它長相不同 看到沒有 不是大小而已 不是顏色而已 是連長相都不同 這樣比較保險 因為它是同一種材質 我要送給珠葉的就是這個材質 先送給師父嘛選 是這個材質 這個材質是同一種材質 你念久了會變一樣顏色 所以說要 不能以顏色分辨 要以大 形象來分辨 也不能差太多 差太多很難看 對不對 都不平衡 差不多這樣子 好 這個呢 這地址珠是一模一樣 一樣長 對不對 怎麼分辨左右 就用垂珠來表現 這樣懂嗎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敬衛用 敬 技術 技術叫敬衛啊 我念一次 所以地址珠的串法 有標準 它串法必須這樣 你看喔 你看 它必須能定位 看到沒有 它掉不下來看到沒有 它用力掰 它才下來 就叫你技術用 看到沒有 有這個時候 你ав demi d'o 五圈 五圈還進一位 五圈進一位 懂嗎 這樣 那都進完了 那這樣說 五乘五25變 是這樣子 它是在技術的 所以沒有人 古人 當然古人沒有 我们不用那些什么 电子器材 才不会扰乱身心 我问你 你正在用功 没电了要怎么 没电了怎么办 然后你扭扣电池 你又要去什么 Seven买 对不对 去哪里什么全家买 顺便买三包这个回来吃 你懂意思吗 就会怎么样 开始 但光吃这个又会口渴 对不对 再买两罐可乐 是吧 但是可乐吃了有点脏气 再顺便买个气室 然后你听说 买一包回来 一大包回来 而且你要下山 你会动念下山 有没有 但这个 你在深山里 十年百年 你不用下山 你就可以计数了 所以不要老搞科技的东西 这个才管用 干干净净简简单单 没有任何障碍 一路念到死 燦云和尚给我一串念珠 两串 那么我在大山的时候 我就念到发亮 有一天燦公跟我讲 我还在成大 几堂啊 你在成大 是 师傅 有何吩咐 我也有个弟子 叫某某 住在成大301 对面的301医院的疯人院里 疯人院 疯人院是我加上去的 叫做精神病院 成大对面那个就是精神病院 日本时代是刑场 所以不太清晰 你应该知道 对面对内面 是这样 然后呢 他说你去看他吧 我说好 他还在出家状态 他现在还是出的家 不简单 然后我就去看他 看他说 哇真的都是什么 杜鹃窝里头的人 杜鹃窝要上年纪来听得懂 以前有一个飞越杜鹃窝 讲的是讲一群 精神病患 是这样 然后我们说 我们就有时候客气讲 精神病患叫杜鹃窝 那我就去了 真的耶 那个护士就说 在哪 在哪 这里去吧 我一进去看 哇 嘿嘿 嘿嘿 这样我都遇到那种了 你知道吗 我遇到了我那位 那位师傅 是沙咪师傅 他本来就是有压力 师傅慈悲 让他出家的 不过还好 他沙咪该做事 他就好好的做 可是呢 在军中压力大 中华民国不会因为你出家 而不用当兵 我们没有享有这种特权 我觉得也不需要 对社会上比较公平的感觉 所以也不需要 也应该可以接受训练 没关系 所以他去了 他去了压力大 病就爆发 他本来就有点压力了 就这样爆发 爆发 参与和尚也没讲什么 就说我们去看他就好 然后他派我去 然后就在乘大 我就去了 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了 他认得我 因为我常常敲幽明钟 就彻夜不睡 我出学佛我就彻夜不睡 彻夜不睡敲幽明钟 然后他因为精神压力大 常常来骂我 所以我们都很熟 很熟 你懂吗 因为他骂我骂得很熟了 我被他骂也骂得对他很熟了 你懂吗 是这样子 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也跟我很熟 换了环境 关系就不一样 他就对我很亲切 他认得出来 那医生也觉得很高兴 说有外面人来跟他讲话 刺激一下会比较好 然后我就说 有没有念佛啊 他说有 那我说好不然这样吧 我常常干这种事 我们一起来念佛好吗 他说好 然后我就阿弥陀佛 然后后来我就说 我们动一动好不好 我站起来 我就来我们绕佛 然后我就绕了那个房间 里头都是杜鹃窝的人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坐在那儿 刚开始看着看着 一个跟两个跟 后来我把里头的人 随步都跟在念佛了 一群杜鹃窝的跟着我念佛 你知道吗 然后那医生一来看傻了 是要叫他停呢 还是叫他不要停 叫他停的话 好像这个大学生 带这些精神病患 好像带得比我们还要好 如果说不带他停 好像在军中 公然搞宗教活动 是不是这样 他就有意见 然后那医生 我故意装都没看到 那医生就跟那个护士讲说 医生就说 你去外面守门守住 让人家不要进来 然后让他们继续念 就念了半个小时 念了半个小时之后 我要离开了 他就依依不舍 我就把这一串念珠 念得很发亮 那是菩提根 所谓菩提根其实不是根 是一种种子这么大 是椰子树磕的 这么大一颗不能吃 然后它里头的肉 白净净的 然后去把它打磨成圆的 硬邦邦 那个叫做菩提根 我等一下下去带下来给你们看 很漂亮 然后我就把那串就送他 因为他就心里有依赖感 你懂吗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 你就看到灿公 我当然不会讲都看到我了 他最好不要看到我 是这样 想到灿公这样 因为那是灿公给我 我就送他 好了 他就这样当兵 安全的结束 结束之后他真的回山上了 回山上了 我去 我也回山上去 准备在导引大家念 不 那个什么 灿街学会 灿公就把我叫去了 其他人要来 我来 就从他桌上拿出 我那一串念出 怎么在灿公的桌上 这还你 我说师傅 我不是给某某师了吗 他说对啊 你念得这样 你留着 你看灿公会这样讲 等一下我拿那串念出给你们看 是这样 他跟原来的长相完全不一样 他真的是会很美 很美 好了 我们不谈这个了 我们谈的是什么 谈的是说 蔡云和尚 他的概念不是说 这个东西好或什么 他是很便宜的东西 他就是让你知道 你用功多少 会累积那些温度 懂吗 这种温度呢 会给人带来信心 跟一个电电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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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念坏了 丢掉再坏 念念念念念... 你说有什么感觉 你说有什么累积 你说有什么温度 没有啊 所以现在人念佛 就是像在做机械动作一样 我就看到的人这样 有什麼感覺嗎 你看看 對啊 你要這樣子嘛 是不是 很有格調 對吧 然後手不會亂動 對不對 然後你已經念這個了 你還會邊拿這個來吃嗎 油油的就不會了嘛 是不是 你如果正在這樣 就可以這樣子啊 但是你如果這樣拿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手乾乾淨淨的嘛 是不是 它就會收射你的身心 有到位 覺得怎麼樣 我關個念珠講這麼久 就是建議你們怎麼樣 萬佛是每人一串念珠 我已經買很多了 給你們選 那當然師父們先選 這樣好嗎 那就這樣 對不起啦 今天耽誤大家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事情很想要講 很想要講 那裡頭有很多佛法在內 所以說佛法修行不容易 帶著即便是念珠 你看他的名稱道理用意就這麼多 對吧 那我還講了實質的案例 蔡雲和尚怎麼樣說你念過的還你 他當然叫我不要執著啊 是吧 但是他說你已經念到這樣了 你自己帶回去念 也因為這樣 我那個念珠就一直留到現在 我打算萬佛是建設缺錢的時候 拿出來怎麼樣 拍賣 拍賣 競價拍賣 怎麼樣 一千八百萬 你儘管去找 可以我就賣你 可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 蔡雲和尚也 寒笑極樂了 原來可以幫助這樣的建設 好 這樣子可以嗎 聽懂了 這是一個單獨的一個課程 可以嗎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課程